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期 view.js的教学视频 今天咱们做第六期 不知不觉做了第六期 因为最近我也是比较喜欢view.js 然后在公司里面也做了一个小项目 感觉还是不错 所以我这两天集中精力 咱们把这个视频给它做完整 这样对于没接触过view.js的朋友 希望对您有个帮助 咱们先手续 今天咱们的重点是 大家请看 我这已经写出来了 就两个字 组件 可能这两个字是比较简单 其实内容可真的是不简单 咱们先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叫做component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的英文 也是组件 咱们看一下组件是个什么东西 有朋友说 你说组件我怎么听得那么吓人 好像高深莫测 其实没有 咱们看一下 组件就是定义页面的局部区域块 这块我还写错了 稍等 区域块 因为咱们页面中有好多的区域 对不对 它只是定义页面中一个小的区域块 然后完成单独的页面的 注意 我这加了个小字 小功能 其实这个功能可以完全不小 但是我觉得我要说它能完成页面好多功能 可能有朋友就说 我的天 没法学了 太难了 所以我加上一个 它是完成页面的小功能 有朋友说 还不明白 不行 你这说的我不明白 那咱这样 咱看张图 稍等 这个是我从网上找一张图 不是我自己做的 这好像是一个炒股的一张图 咱们看 这个图上 这个应该是用户login之后 显示出来的mypage 这么一个图面 这个一个网页 咱们看一下这个网页都有什么功能 这是一个信息 这是portfolio 就是说你是有什么股票 这是成交量 还有新闻 还有一年走势 还有平均值 有这么多信息 大家注意看 以红色部分所画出来的这个区域 就是页面上的某一个 每一个小的功能区域 对吧 每个功能相对独立 你说这个新闻 这个news和这个一年走势头 它有什么关系 几乎没关系 关系为零 几乎为零 咱别说肯定为零 几乎为零 因为这牵扯到一个组件兼通信的问题 就是说 看起来是不相关的两个组件 其实内在是有关联的 当然这是比较高深的进阶的话题 咱们今天不讨论 咱们就说 这些页面的小功能之间 其实没有任何的关系 它就表示一个最新的新闻 这就表示过去一年的这个 航行走势 这可以吗 这个呢 就表示我现在股票的持仓 这完全可以吧 OK 那这么一个小的区域块 就是一个组件 这样说 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啊 它就是完成一个小的区域块 那就是说 我这一个页面中 是有好多的组件 好多小的功能区域块组成的 这么说就简单了吧 看起来一个非常复杂的页面 其实呢 是有各个小功能组成的 这各个小功能 就是咱们的组件 好 组件定义呢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个具体的代码 还不明白 没关系 再看代码就明白 今天咱们代码非常的简单 咱先往下看 咱先看数据 今天我准备的页面上 显示三款游戏 斗地主 打麻雀 以及 UNO 打麻雀 有朋友不太知道 是吧 就打麻将 对 这我敲打麻将 算无所谓 就打麻雀 一回事 就是打麻将 然后呢 这是UNO 这应该是国外的一个 类似于 扑克牌的这么一个游戏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咱们在这个页面上 要打上这么三个游戏 这个地方呢 是咱们前几期 完全一样的内容 咱就不再说了 好 咱们看今天咱们 非常新的内容 首先 咱们这儿呢 生成了一个新的 html的tag 标记 这个game-item 这个在html里面没有吧 html5里面也没有吧 哪个朋友说 我学这个html 我看到过这个标记 没有吧 要有您告诉我 那本书 让我回头 我也学一学 但没有 那么这个标记 怎么回事 这个标记 就是咱们今天定义的 一个小组件 叫做game-item 游戏项 那这个项在哪定义呢 大家看 就这个地方 组件定义 game-item 定义这么个组件 换句话说 就是定义了一个 html的标签 它扩展了标准的 html的语言 这么一点就可以了 好 咱们看啊 咱们定义了一个新的 html的标记 那么咱们给这个标记 干什么 传了一个属性 叫做游戏 game的属性 大家看 就这个地方 说明我这个标签 不是说光老哥一个 其实还有属性了 什么属性 叫做game 好 接下来 这个game-item的 这个标签呢 还有一个模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这儿有一个 非html标准的game标签 那么它在 网 它在这个 不好意思啊 它在这个网页渲染的时候 该渲染成 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渲染成 这个模板中 所显示的内容 换句话说 这个game-item 其实就是 template里面的 这些个内容 在网页着色时 它会把这个 template里面的内容 替换到game-item 这个位置上去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组件 咱们先不来难的 咱们从简单开始 好 这是咱们组件的定义 这个组件呢 这个组件名 叫做game-item 它呢 咱给它定义属性 叫做game属性 同时呢 它组件的模板 或者说这个组件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html的li属性 好 这就是咱们的组件 然后这li里面显示游戏的标题 好 这个组件定义完 咱们回到html的部分 看一下 咱们如何调用这个组件 其实呢 也不是很难 咱们看啊 首先这个组件 咱们通过这个v4 这个是标准的vjs的命令 干什么 要循环这个组件 怎么循环 通过games的数组 大家请看 这games的数组呢 在这个地方定义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games的数组里面的每一个游戏项 item 就对应着这一个 每一个item 打地主啊 不是打地主啊 斗地主 打麻雀 乌弄 在这个地方呢 要循环这个数组 然后每循环一次 所得到的数组里面的内容呢 传给这个组件的 game属性 这就是这几个属性之间的关系啊 咱们看啊 咱们再来一遍啊 咱们定义了一个gameitem的标签 或者叫组件 它呢 去循环games游戏数组 这没问题吧 那这个games呢 它循环的时候呢 会循环出每一个item 这棒棒棒 这三个都出来 那么把这个循环出来的这个item 附给咱们这个组件游戏属性 这么说应该能明白啊 如果不明白没关系 一会咱们看实际的例子 好 这个呢 就是这个组件 或者叫做vgs组件 简单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没有之一 好 那咱们把这段代码拷贝到实际的网页中 咱们运行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是咱们要的结果 好 咱们看一下啊 咱们现在先想象一下 这个组件会出来什么结果 啊 没错 就是这三个游戏名嘛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列表 列表标签 这是标准的 然后标签里面 咱们定一个game属性 这gameitem呢 其实就是这个ri 好 咱们实际看一下效果 啊 不是这个 不好意思 是从这开始啊 然后今天咱们是第六课 然后咱们选择一下index 大家请看 出来了啊 打地主 不是打地主 怎么老打地主呢 斗地主 打麻雀 或者叫打麻将 以及无能 出来了吧 按理说 这个gameitem呢 browser这个浏览器是不认识的 但是因为它是咱们view的一个组件 然后这个view呢 会帮咱们翻译成浏览器认识的 模板li里面的内容 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view.js的组件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了没有 好吧 那今天呢 最新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也请您参照 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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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